我们这个 培训呢 就1%回报这个培训呢 就是 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 学到 其实呢我们这个1%的 这个回报这个培训呢 其实比较容易的 我们现在从你开始 因为 慢慢感觉到是容易 非常容易的事情 是感觉挺难的 我现在是否感觉容易一些了 容易多了 因为 我跟你讲啊 这里呢我们这个 我跟你讲我是怎么操作的 我每天呢 我就要看这个 这个 他这个有个新闻的 就是美国这个 这个财经新闻 我把这个屏幕给你看看 他这个 现在是没有听了 那我们现在先给你 先显示一下 就是说 我们 你看这个是 这个呢是 就是IP交易平台 这个IP交易平台呢 它是在 它是美国的上市公司 对吧 它这里呢可以交易 这个 股票 外汇 净券指数 ETF 就是ETF 就是说 可以交易的 资金 我们前面跟你讲了 买户惠交易资金呢 银行是不希望我们是平凡交易的 但这里呢 现在 那是十多年前 但是十多年以后 我刚开始做呢 就是银行的 就是银行的 互惠资金指数交易 那个时候呢 第一年就 做得非常好 但是银行说 我们 不欢迎这种 对吧 短时间交易的 因为那个是很赚钱的 对吧 现在呢 现在呢 刚才这个平台 叫IP平台 就是Interactive Broker 这个交易平台呢 它是 声望你交易的 并且呢 是鼓励你交易的 欢迎你交易的 就交易多少都可以的 现在我们讲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 交易这个 证券指数 对吧 第一 它的波动幅度小 对吧 美国的三大指数 就是 刀针指数 那这个 美国的500强指数 或者NASDAQ指数 对吧 它 每天的交易量 是非常大 对吧 并且呢 它是非常欢迎你 交易的 对吧 所以 所以的 目前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我以前的时候呢 交易的时候呢 我一百多个客户 就是 差不多一两百个账号 一年就那么多啊 就像那个当劳的 那个锅一样 一下子就受欢迎了 太厉害了 一下子受欢迎了 后来银行说不行 那我不是 百万富翁 一万富翁 就 一梦 梦想就受到错绩了 对吧 但是这个梦 一直在 对吧 还是可以实现的 为什么呢 现在呢 就是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就是现在二十年过去了 我是95年的时候 开始96年的时候 开始做这个 就是 货会基金 就是指数资金 当时的指数资金呢 它不是随便可以交易的 就是 银行里面限制你交易 对吧 现在这个呢 指数交易呢 可以 鼓励你交易 是完全跟前传的情况 是完全相反了 不一样了 对吧 并且原来的时候呢 我一百多个客户呢 我要用那个电脑 对吧 就是说 搞一个全真 对吧 把每个人的账号 名字账号数字多少 发给银行 这个资金管理部门 他们也很不耐烦 对吧 因为 一余工作量多 二个呢 就是 他们是免费的 所以他们也不是 很高兴 对吧 后来现在呢 就不一样了 现在呢 我们做这个基金了 就是 现在很多 这个交易 所啊 你可以 都有那个叫ETF 银行也有ETF 但是呢 交易所的ETF呢 就是ETF 就是 Exchange Traded Fund 就是跟原来的Mutual Fund 不一样 对吧 就是 Index就是 这个真实呢 就是 ETF 就是Exchange Traded Fund 现在呢 Exchange Traded Fund呢 现在在市场上是非常流行的 对吧 现在大家都 为什么会非常流行的 我刚才讲了 因为第一呢 这个Trade Fund呢 不像股票 会掉到煤了 它呢 只有波动辅助 和波动的方向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大家比较容易掌握 但是呢 人们在这个 做ETF的时候 犯的最大的这个错误呢 就是问题呢 第一呢 就是交易频繁 对吧 交易频繁 第二呢 就是使用杠杆 对吧 杠杆呢 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 你要赚1% 你是不能用杠杆的 如果你用杠杆以后 你一天赚1% 是很容易 但是亏2% 3很容易 如果你没有杠杆呢 你赚1% 亏也是1% 所以我们的1% 理论呢 就是说 风险 回报1% 风险也就是1% 对吧 如果你的风险 大于你的回报 假如比方说 你赚1% 然后你一亏3% 你不就没了吗 哇 这个一下子 前面赚的三倍了 都可以出去了 对对对 所以的话呢 你所以怎么样控制这个风险呢 有些人说是止损 对吧 对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 你就没有杠杆 嗯 没有杠杆呢 你选择这个 你选择的这个交易的工具 像ETL 是没有杠杆的工具 像SPY QQQ DIA DIA是30大指数的这个 就是美国刀军指数 30家公司的总和 SPY呢是500家公司的总和 QQQ呢 它是100家公司总和 QQQ呢 它是100家公司总和 它自动就给你 就70%的贷款 嗯 你就买房子这样的 你又如果有30%的这个 DOWN PAYMENT 那这个 马上银行里面 每个银行基本上都会愿意 给你70%的这个贷款 其实呢 你买房子都是有杠杆的 所谓的用 所谓的买 买房子啊 就是买房子的时候 都是到银行借贷的 对 所以呢 这个呢 也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买房子 你从来不 你不借银行的钱 嗯 你就没有风险 因为这房子永远是你的 对 但是呢 你一借钱 它一波动以后 假如比方说 你30%的房价的波动 那你的 你这个DOWN PAYMENT 就剥掉了 按理说 如果那叫 就是在那个 买了个证券指数一样 证券指数 它 它只要你付30%的 这个金钱就够了 嗯 它70%呢 它会有那个 但人们往往是 这一点呢 是非常关键 嗯 所以呢 就是说 一般人没有钱的人呢 投资呢 他都会 使用杠杆 因为总共呢 很少有人 包括我自己啊 嗯 经常犯错误 因为怎么呢 当你管的钱少的时候 嗯 你就失望用杠杆 嗯 或者就 不是失望 那就 有一种 冲动 或者一种 一种 赌心是吗 一种赌心 对对对 人就是 就是杠杆就来了 嗯 所以呢 往往是 就是你做不到1% 第一就是90%的人 他不做 嗯 第二呢 做的人都做杠杆 所以呢 只有 百分之 对吧 嗯 0.0001的人 啊 才 才能这么做 如果是这样做 就像我一样 这就能够 啊 就能够赚大钱 对吧 这个事情的关键问题 就是呢 这个事情就是要量大 就是你靠自己的钱呢 你就 因为你想想 你不能一万块钱 回来赚1% 对不对 一千块钱 回来赚1% 一个礼拜赚 十块钱 嗯 对 就是说 一千块钱 就赚十块钱 没错吧 一万块钱赚一百块钱 一万块钱 你就赚一百块钱 对啊 你说哪一个人 放一万块钱 然后就是等到那个 一百块钱一个礼拜啊 嗯 其实 也很多了 但是一般的人都没有这个 耐心去弄的吧 嗯 对 你一个礼拜 一万块钱赚一百块 那一个月就 四百块 是不是 嗯 嗯 嗯 1%是那个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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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要有五万块钱呢 那就不一样了 嗯 你就可以赚到 四百五四两千了 嗯 如果你有十万块钱呢 你那个就 当然是要金额越大 对 你就四千块钱一个月啊 对 对吧 嗯 如果这样的话呢 你就 投资数字大 你就效益高 你就划算 嗯 你就有耐心 所以这个就是成功的 这个关键呢 是怎样呢 就 这个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 资金量 决定你的心态 嗯 因为你一想想 一万块钱 你赚一百块钱 肯定对你没有什么 TW的兴趣 对吧 嗯 啊 我现在这里 超盘啊 超一点点 好 买一点 就是 你看这个 刚才我跟你讲了 这个SPY你看 嗯 是没掉了吧 现在就掉了0.3了 对吧 对 掉0.3呢 等于说 那又可以迈进 对吧 嗯 因为 它这个是 SPY 它是 你看 这是0.3 它一般 比较大的波动幅度呢 是 它一天的波动幅度 是在1% 一天啊 嗯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你看 这是 这是一天的 每天的波动幅度 你看 这个 你看这 你看这里 这昨天吧 你看到这里 443的吧 嗯 嗯 415分钟啊 你看这个 451 对吧 嗯 到446 444 443你看没有 对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1% 多了一点 嗯 但是基本上 在1% 这个左右 嗯 所以 这个 获利了 对吧 所以你看 这个看起来 获利好快呀 对呀 你看 这个做空 嗯 对吧 做空就 赚了1%了 我昨天就是这样 早上 我昨天一开门 我就是做空 卖的这个 对啊 我把这个视频分享一下啊 对 是这个了 是 给大家一起分享 对 给大家一起分享 那 一定要一起分享 才有意义啊 对 你看 这个呢 我讲的是 这个 刚才讲了 这个是 这个是每天的图啊 你看 这个每天的图 一个拉筑图 一个 一个吧 就是一个 一个拉筑 它基本上呢 是在1% 左右 你看到没有 能够敲出来的 就比较少 对吧 所以呢 你看这个 刚才讲了 这个 SPY 跟指数 而不是 跟外汇 这些指数 他们的趋势性 是很强的 对 你看 你这 你傻瓜 你也有70%的Gate 是 是对的 对吧 你看 你看 你往这个方向 他一直都往往 你看这个图子 本来这个线 是往上走的 一直在往上爬 然后呢 你用 1%的话 你是永远 你是赢家的 你就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如果你一敲过 1%呢 你的风险 大了以后 假如比方说 我们讲 如果是 1%你错了 你只错1% 还有99 对 如果你 5%的波动 你错 一次 就是 从100到95了 破两次90 对吧 然后你有9 假如比方说 我们是说 如果是10%的波动 假如比方说 波动幅度10% 你连续做10次的可能性 你看这里 是完全有的 那你就50%就没了 5次就 10%的波动 5次就没了 假如说1万块钱就 就变成5000块了 那掉50%就是5000块 是 然后掉百分之 对吧 你要涨100% 才能从5000块钱 才能到1万块钱 所以我们讲的 这个1%理论呢 非常非常重要 对吧 对 很多人呢 就是 很多人觉得 这个1%这个事情呢 第一 不需要一顾 他觉得 没什么太大 对吧 因为太少了 对 他可能是 没明白 没明白这个道理 就像我一样 我以前的时候 刚开始做 第一年 我刚才讲了 我那个最骄傲的 一个例子 就是我开始 两个投资购物 每个人做2000块钱 到年底就是 对吧 就100多块了 就400块了 就像今天你一个人来听 然后马上很多人以后 都会来听的 因为这个能赚钱 是 你要如果不赚钱 是应到你 所以大家都不会排斥赚到钱的 对呀 现在的一个好处在哪里来 现在有个好处的在哪里来 第一 钱在每个人 在你自己上上 不在我上上 对吧 第二 第二呢你是有控制的 对吧 第一你的资金是安全的 你不能想好像你投资哪个什么 什么虚拟货币一下子关掉了 或者是投资哪个股票一下子就没了 对 他这里呢是第一 在你自治的银行投资户头里面 第二呢 你选择的 投资工具 波动幅度一定要在1% 这个要自助1%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关键 然后呢 你要觉得就要一个礼拜赚百分之一 或者是一个月你赚百分之一 就四个礼拜吧 其实我跟你 教你赚百分之一是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我一天告诉你 就是说你今天 刚才我今天 昨天早上 昨天早上 美国的股市高开 他说通货膨胀现在已经 问题不大了 然后股票就 很多人做空的 还有这个做多的 就是 非常欢呼缺悦的样子 那这个时候我就做空 对吧 就是这个 就是昨天我就是 你看到这个 这个昨天 我流量 你一来的时候 对 一来我就做空 我的大跳水 然后呢 一下子到了关锋的时候 这个做空 太那个了 那我1% 我们就转 对呀 那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他一掉下来 今天早上 好 又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呢 一掉 另外这两天 就掉得很厉害 我又进去了 我今天刚才讲了 他掉了零天山 我就转了零天山 我零天零天山 我就 我一天做一次 就 就把他一刀锁了 非常亮不得 对呀 因为这个 人们往往是不知道 因为我原来就说 我原先说说 为什么有一百个人来 因为钱在他自己站上 他每个礼拜就 基本上是每天转了 就是 不是每天 就是每个礼拜 肯定是赚的 因为当时没有 他看到每个礼拜 怎么是赚钱 每个礼拜赚 看到看到 大家就是情不自禁 然后呢 那个就是一圈四十圈 就那个 所以我现在讲了 因为 因为大家 众受就知的原因 我是不管人家的钱的 对吧 我们是管技术 对 我们只是管理 市场这个 怎么操作 怎么操作 然后呢 让大家赚到钱 对 你赚到钱 你愿意分点给我就行了 你不赚到钱 是玩到 对不对 是不是很有意思吧 你看我们这个 所以呢 假如说你每天 每天来了 我买什么 我买什么 你买什么 对吧 然后 一个礼拜 日之月累 就赚了很多钱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 自己的钱 确实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这种方法 很好 很可靠 安全 然后很多朋友 就会愿意 跟着你来 大家一起赚钱 对吧 对 所以这个 这个是这样的 不是说 结果一个人可以赚 大家都可以赚 你每个人 坐在这儿 没有矛盾利益的 我们对 我们都是 利益是一致的 一致的 对吧 你不赚钱 我们收不到钱 你一喜欢 你就可以做 你不喜欢 随时可以停 你看这个 就是大家都 自由都非常好 自由都非常好 对 是不是 然后我们讲 那个指数 它一般的情况 就是说 像 纳斯达指数 或者是SP指数 它就在 这个波动幅度里面 如果你一次错了 它一涨上来 你可以卖掉 也就没损失了 这个刚才 开始给你讲的故事 现在给你讲的是 干户 实在是技术 我们 先 可以休息一下 对吧 好 哇 又可以休息了 喝点水 这样我们这样一弄弄 就